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共同举办的等着我中俄跨国寻亲大型公益节目近日顺利的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录制完成 而这呢也是第一次中俄国家电视台的大型跨国连线合作 用现代媒体为两国人民搭建寻亲沟通和友谊的桥梁 一走进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大型公益节目等着我的录制现场 就让很多观众惊喜不已 在五美灯光的打造下 演播厅仿如白话林 连乐队的曲目单上都精心装扮上点点白话树叶 颇有浓郁俄罗斯的风情 在俄罗斯著名歌手维塔斯带来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中 这台中俄两国联合推出的公益寻亲活动正式开始